为了振兴经济 台北市推出了熊好券二点零 昨天下午开放登记不到一天就有超过九十万人来登记申请 不过北市府资讯局昨天就发现网络上是出现了 有名为台北熊好券官网的假网站 随即就通报严查 北市行大他受理之后呢 随即透过入口网站的检举机制 来提供相关的情资给平台来阻断民众 再登入假网站 也会持续追查恶意网站来源 为刺激疫后经济 台北市政府推出熊好券二点零 不过北市资讯局第一时间发现网络上出现假网站 意图混淆民众点开 随即报案严查 如果是假的可能会担心自己的资料外泄 然后就是也不会达到我本来想要去登记这个券的 那个期望 这次推出的熊好券二点零 包含住宿券 享购券 艺文券 运动券 农好券 市集券六种共六十九点六万份 登记方法才六选二 最高可把两千元拿回家 开放登记后 民众申请情形相当踊跃 数量已经超过九十万份了 那当中最受到欢迎的就是享购券 那么这也是这一次推出的这个张数最多的 不过北市府发现网络搜寻引擎出现 名为台北熊好券官网的假网站 选及报案 北市警局也立即受理 通知入口网站立即阻断民众点进去 严防民众各自外泄 目前为止尚未接到民众报案 北市警局后续将严查恶意网站的来源 并提醒民众若遇到可疑网站 切勿留下个资 若后续有人主动联系 也不要任意亲信 一旦有疑虑 可向派出所报案 记者赵婉纯 谢正琳台北报导